全台湾最好吃的烤鸭 烤鸭6例 赢得2万多名网友就选烤鸭第一名 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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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梦想 就是带着一台相机去环游世界 在一个音乐体会下 跟阿公聊天 聊一聊他就说 一轩啊 你要不要去饭店业试试看 刚好看到我们男人精英 有在印缺美工 然后想说 因为我是设计系毕业的 所以想说来试试看 然后因为当初对饭店业 尤其是在宜兰南城经营看的时候 觉得每次骑车过去啊 尤其看到灯光那边感觉那是餐厅还是什么的 我在服务业已经大概快十年 已经十年左右了 那毕业之后 因为自己念的是观光科系 所以在毕业之后 都是以相关产业为主 刚来的时候有点害怕 可是待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宜兰人其实很有温度 就让我感受 其实不会像那么的陌生跟害怕 后来才发现一间饭店 需要各部门一起往来努力 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幸福 之后我慢慢接触了 分夺起保这个 这边的一些设计案 分夺起保最多的我们的跑车嘛 然后跑车一台重量真的是蛮重的 然后看到很多他们小女孩啊 他们竟然在那边抬车子 有时候一手抬一抬 我真的觉得 嗯真的 他们真的很辛苦 职业班的时候 我们也在这个时间 可以发现到很多的角落 都有一群人默默地在工作 看着他们辛苦工作的背影 以及努力工作的精神 都让我非常地感动 南城经营酒店 从一开始 没有人知道这家酒店 到一直到现在 一只要一提到 南城经营就会影响 引起很多的共鸣跟回响 我想最大的因素应该是 烤鸭跟我们的分夺起保 刚开始你知道说 这个楼层要配合我们的分夺起保 做一个分夺起保楼层嘛 之后我们就是订到一个主题 就是环游世界的这个风格 然后 其实听到这个风格蛮开心的 因为这应该就是 刚好就是我的梦想 这之间 这之中真的感谢 很满感谢工程客 跟采购部他们的帮忙 全力的配合 我们一起去完成 这个楼层的呈现 我觉得服务五年来 大概我记得从三次到四次 到现在的五次 那我也相信这个其中 我们餐饮部的每位同仁 主厨还有现场的同仁 都付出很大的心力 不管在研发新的猜测 还有现场能力的不足 再加上能力的训练 他们都花了很大的心力 然后六月三次到刚好就是 准备应送的当天 然后我就下来当初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楼层的环境 我真的发现它活过来了 因为我常常在九楼 甚至十楼那边走走走 可是到了八楼之后 发现它真的好不一样 因为它真的就像 在环游世界一样 也完成了我当初的梦想 我自己是外地来的游子 在宜兰也待了五年 那其实我们在饭店工作的时间 甚至有时候是超过待在家里的时间 那跟同仁的相处 跟酒店的每一个其他单位的同仁 一起相处下来 我觉得常常会觉得 他们好像也是我的家人 让我其实很喜欢这里 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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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梦想是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真的可以地下校 留意我也可以地下一次